希望让更多的台湾朋友 可以继续关注香港 香港白色恐怖蔓延 民运领袖黄之锋 投书台湾苹果日报 呼吁台湾尽快制定难民法 不过台湾有能力人道就约 遭到迫害的香港民众吗 希望是香港人年轻人也好 保护自己 如果真的没办法的话就离开吧 遭到路方通气的香港书店老板林荣基 今年四月份来台 以工作签证申请居留 七月份再申请延期 得到移民署准许 中国学生李家宝因为公开批评行迹批 也以政治庇护名义 向移民署申请长期居留专案 高知名度的六四悬运旅袖王丹 拥有美国绿卡可以自由进出台湾 乌尔开西则是流往美国后 和台湾人结婚 应该有的法律机制都非常的完备 我们都可以来运作 提供政治庇护 目前台湾偏向个案处理 因为难民法草案从2005年至今 在立法院一堂超过十多年 卡关两大贞结身份认定 与收留人数上线 以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为主体 虽然中国人不在认定范围内 然而搭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也能受惠 港澳人民也可以依据 港澳关系条例第十八条 由入委会进行认定 提供援助 我们现有对香港的特殊情形的人 我们事实上是有办法协助他们 但是要绕很多弯 修在难民法里面 我们有两个部分讨论最久 一个是身份认定 一个是接受的量有多少 寻求来台庇护的人数 与日俱增 如何研溢出一套常规的申请程序 而非停留个别认定 成了政府需要面对的迫切问题 三连新闻 中文导